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各位朋友晚安 我是刘祝华 台北股市今天因为国庆日休市了一天 但是因为国际股市太精彩了 所以我们今天不休假 特别请专家到现场来 提前帮您暖身 迎接接下来的台股行情 当然光辉十月 最近台股的量增了 尤其今天陆股港股都止跌了 人气持续的沸腾吗 台北股市第四季 真的要直接占24416吗 哪一些底气 今天听听专家怎么说 当然最主要两匹黑马 一匹挥达 昨天收盘股价只差2% 就创历史新高了 现在挥达野长 每超为野长AI的新阵容 将会长什么样子 专家来带您看一看 第二个来自于台积电 台积电 ADIR连涨了6天 昨天公布了营收超棒 而且目前占台股的总市值 占比已经创新高了 下个礼拜 法说如何暖身 买台积电 还有哪些隐藏的宝藏股 今天都来请教专家 首先邀请到的是 靳晨老师晚安 昨晚好 大家晚安 台北股市第四季 什么时候占新高 请教魁国老师晚安 昨晚晚安 大家晚安 台积电 营收这么的棒 下个礼拜 法说行情怎么看 请教困人晚安 昨晚好 大家晚安 台北股市今天休息一天 但是国际股市太热闹了 首先昨天美国股市 其中道琼指数 标普指数 再冲历史新高 美元已经连续8天升值了 这其中金价连续6天的走跌 昨天美国股市创新高几个亮点 首先台积电 ADIR连6涨 NVIDIA昨天只差2% 创下了历史新高价 当然昨天大家在观察一件事情 联准会公布了上一次9月的会议记录 其中大多数的官员都赞成大降两码 所以结果降两码了 但是这很重要 部分的官员想确认通膨是不是确定已经降温了 所以其实他们当时赞成只降一码 这会不会成为11月联准会开会的伏笔 再降一码吗 还是根本不会降呢 但无论如何资金行情持续的涌进 今天大陆股市香港股市11黄金周结束之后呢 连跌两天今天都止跌了 东京东正指数东正交易所 11月5号开始延长交易半个小时 本来三点钟收盘 现在11月5号之后延长到三点半收盘 好今天亚洲股市的亮点来自于大陆股市 先看上阵指数 大家都在怀疑 11黄金周结束之后 怎么会连续大跌两天 好今天止住了香港恒生指数更精彩 今天盘中一度大涨了4% 同样终止日K连二黑 大家回头关心 今天可惜台股没开盘 但会不会明天有补涨的行情 但昨天又有人说 巴菲特指标目前已经来到了 一百九十几过热了 可可老师请您上台来 台股接下来的行情 到底是在怀疑当中成长 还是在乐观当中破灭 你怎么看 正好在这两个地方的十字路口 但是我先讲 各位去看 过去这五天来的交易 先是涨 对 后来跌 跌完又涨 涨完又跌 跌完又涨 但请各位注意的是 在上礼拜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个重点 你要放在全资股 搭行 对 如果这一波 在上个礼拜的过程当中 你不是做台积电这种全资股人 其实你赚不到钱 你去看那个腾落指标 你去发掘跌着加速远大于涨着加速 好 我们现在来了解说 未来台北股市第四季 或是未来走势的趋势 你现在了解股价的整个的循环图 那我们先讲 在股票的循环图里面 第一个阶段叫成长复苏 但是这个成长复苏过程当中 大家是不相信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从大跌之后开始 大家会怀疑 会害怕 所以是在怀疑中成长的 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 就开始做一个繁荣做头 在乐观中开始做头 我们常听到人家讲说 这个这个股市协同理论 在这个繁荣做头的阶段 是没有人会看坏的 可是当繁荣做头过完之后 就开始在希望中毁灭 衰退开始下跌 你就看到所有的上次公司的营收 这个报告都开始往下倾 这个走了 到最后一个阶段是一个立空的冲击 到最后是非常的悲观 而做出一个萧条的走势 经济萧条而做出一个足底 因此行情是怎么样 在绝望中诞生 在怀疑中成长 在乐观中做头 在希望中毁灭 现在在哪个阶段 现在在这个阶段 现在在这个阶段 我跟各位讲 为什么在这个阶段 我会把所有的事实理由 都给大家看 因为股票是整个循环过程 现在为什么在这阶段 我们看第二张图表 这就是我讲 为什么在这个阶段 那事实上巴菲特的指标 巴菲特指标狂飙 那美股会不会崩盘 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 他到达某一个的数字位阶 后面就会出现崩盘 而这个崩盘 大概是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那我先必须声明 我们直接讲一个重点 就是说这个崩盘 他会显示股票市场 是做一个高估 未来几个月会有崩盘 而这几个月 我做过统计 大概是二点五到三 也就两个半月到三个月 朱华你记得我跟你讲说 其实现在这个行情 在这个阶段当中 他是在做第四波 第四季的强多 如果我们以十月十号算 到十二月三十号 是不是两个半月 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后 那个盘卖压会很重 就符合这个理论 但我们先来了解 巴菲特狂飙 美股崩盘 那巴菲特这个所谓的定律是什么 比如说 他是用总市值处于GDP 那少于七十七八 是严重低估 这个有点像说 K值啊 他是小于二十以下的时候 有没有 是在超买过热区 那七十七到九十九这个数字 是四度的低估 九十九到一二一是公允价值 那这是公允价值 就是正常的价位 合理价位 一百二十一到一百四三 是四度的高估 大于一百四三 都叫严重高估 各位看哦 现在已经最高来到一九八点六三 一九八点六三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讲 他是一个历史的新高 那么这是严重的高估 这个严重高估 他超过两个时期 第一个是两千年的网路泡沫 第二个是两千零一十一年 两千零八年到两千零一十一年的金融危机 他比那个数字还高 所以在这边显示 过去在巴菲特指标狂飙之后 那结论是在几个月后会有崩盘之余 大概平均在二点五到三 所以他是可能发生的吗 就是说你过去的历史经验惯性 告诉你会发生 可是过去没有AI 我们现在有AI啊 所以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拿各种旅游去堂塞 可是历史的经验 你可能还是要注意 他会不会隐身 可能AI从现在开始 他很热 可是到了高峰之后 他又下来修正 或不如市场预期 未来怎么发生 我们没办法推估 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说 在今年 就是今年从十月 十月大概十五号到二十五号 这阶段 假设真的足底翻多了 到了十二月三十一号 是很好的 但是十二月过后 那个震荡是加大 那个加大可以配合 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去做佐证 这是第一个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字卡 告诉各位什么 就是说 在这个阶段 台股的走势 要不要看台积电脸色 一定要看 我上礼拜 是不是又再问你说 如果这个盘要涨 你已经问我三年了 对对对 一定要涨 对不对 那请问你 你从上礼拜观察到现在 你过去看五个交易日 我不是说涨跌涨跌吗 你没有买到台积电 不一定赚钱 对 因为他就在涨台积电 鸿海 台达电 广达 就是在涨这种全职股 联发科 就涨这种权重股 那各位一定要了解 为什么要涨这权重股 我刚跟各位讲很清楚 十月底是落底 十月底是第四季的低点 十月这个十五到二十五 这第四季低点 他上去之后 要走到二四四一六 二四四一六 那你不涨全重股 你指数怎么可能上去 这第一个 那到了十一月底 到十二月初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再来就是你要去做 上市公司集团做涨股 这个你都要记住 那我们为什么说 台北股市在这地方走势的时候 他看台积电的颜色 因为他占全重 但台积电跟台股有什么关系 你要先去了解 台积电记不记得 9月27台积电高点叫1025 9月27台股的高点叫23079 先回过头来看台积电几个结构 如果台积电站上首尾一千 你不要怕 这行情回不了多少 他就是一个转强讯号不变 只要他守在一千 那如果是首稳站上1025 前波的高点 因为他前波是不是 在9月27是1025 他昨天收1020 他如果首稳1025以上 这个时候指数会持续走多 那守不稳指数就没把功了 那如果台积电去回补跌破 10月8号的那个低点 叫1010有个跳功缺口 他只要回补这个缺口 大盘就会开始转落 这是他跟大盘的关键 所以台积电如果站上1025 台北股市是指数持续走多的 你就不用担心 首稳一千也不用担心 可是回补缺口 你就要稍微小心了 那大盘就会开始拉回 可能就在10月15号 一直到10月25号去拉回 这个是最重要的 台积电过高 指数没有过高 留意腾落指标的变化 就好我们先讲 台积电过高 那指数却没有过高 为什么要注意腾落指标 我们看下一张字卡 这张字卡代表意义非常重要 腾落指标观察的意义 跟所谓的重点 腾落指标跟市场并不完全相关 我们一般讲正相关是说 我全值股涨 我其他股就跟着涨 这个叫正相关 那有没有可能说 我全值股涨其他股跌 有没有可能其他股涨 全值股跌 这是两种反向的 会有这种 会并不是完全相关 有时候会做背离 就是我刚才讲的背离 好我现在就开始讲 背离两种模式 当我们看到 全值股反弹上涨 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 应该讲10月9号 就是昨天 昨天放假前一天 我们看到是不是大盘一直在涨 可是大盘涨的过程当中 下跌加速却一直增压 没错 以大盘上市 昨天200多家上涨 但是800多家下跌 为什么 是代表说 参与反弹的股票 它的数量减少了 就大家不参与反弹 逢高就落跑了 这个地方往往市场 有两句话去形容 一个叫垃圾盘 一个叫一个人的武力 那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 我先跟大家讲 如果股票最后就是涨全值股 其他都不涨了 越跌加速越多了 它代表的是 可能指数已经接近 涨势的尾声了 这样懂吗 这是过去 我们曾经看过大盘拉回 都讲什么垃圾盘 一个人武力 这代表说 你台阶一直涨 全值股一直涨 我其他股票不跟了 所以最后就是高点快到了 转型要拉回修正了 这是情境一 对 情境一 这个指标股涨 可是其他股却在这边 不断的做下跌 另外一种是指标股跌 可是其他股不跌开始涨了 如果全值股下跌 腾落指标出现上涨 就是说总体来讲 下跌的股票越来越少 有时候我们看到台积电跌 联发科跌 鸿海跌 跌了四五百点 可是可能所有那种小型股 或是其他股票 不跌反涨 可能那天涨了七八百家 只跌一百多家 这代表什么 代表说 可能已经接近跌势的镜头了 所以腾落指标的观察 这两个意义 大家都要去懂 那现在目前反映的是 这种现象 你就去紧盯着 那腾落指标是 确认市场价格的趋势 发现逆转背离的工具 那用它来追踪市场广度 或警告市场即将做逆转 所以这一波我跟各位讲说 我一直跟各位讲说 其实十月份卖压比较重的 基级比较高的 可能在九号十号十一 这边还高 那到了下礼拜十五号之后 他可能就开始会下来 做主体的动作 可是这波主体完 我说过 没有再看坏理由 是 要看到二四十一六了 未来如果我们看到说 假设下一次 有出现这个情况 我再点名给大家看 好那看一下台股 现在走到哪里 好 我想昨天台北股市 你有没有发觉到 台北股市昨天最高的时候 曾经涨两百七十四点 后来收盘是涨四十多点 全成股卖价太重了 好我们就不预设立场 你看 这个是不是叫前两波 前第二个高点 这个是前第一个高点 这一条我们通常讲 股价去连接前两个高点 它所形成的一条线 叫做下降轨道反压 股价去连接前两个低点 所连接的一条线 叫上升轨道的压 上升轨道的支撑 那你看到7月11号的24416 跟9月27号的23079 在这边下降反压 是不是到这个地方 连接下来 这个反压在这个地方 就是昨天高点 所以它就会变压回 是这个意思 但是格局其实没有改变是 目前它在走这个格局的趋势 正在进行这个格局的趋势震荡 那接下来有两个点 是回撤这一波的落底点 那在时间是在 时间波来看 是在10月15号 到10月25号 好我们来看下张字卡 下张字卡就是我过去 一直跟各位讲的 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过程 符号大盘落底 一定要见到K线 我没有看到 那大盘落底 也许在未接触落底 可是B波的延长整理 并不是西波的 阻跌段的落底 所以你也看不到 那你只能从时间波去推 所以在今年8月26 我又一直跟大家讲 如果说在这9天当中 它会出现一个落底 或帆多的转折 这个行情会涨到 2 4 1 6 8 锁定哪一些股票 我跟各位讲 各位去看这张表格 有1 2 3 4 5 6 7 8 9 10的 是所谓全十大的全值股 但是国泰金 这个富方金 国泰金 中华电 中信金 我就不讲了 这个市值排名是不是 对市值的排名 但是中华电很特殊 如果今天大盘非常不好 它就会好 它不会跌 它那个避险资金 全部都会进去 因为它安全 所以这四档 比较没有谈的空间 我们谈前 这个所谓十大里面 我们挑了六档的股票 来跟大家讲 你将来一定要做这六档里面 一到两档 第一档我是跟各位讲 一定要做的 闭眼睛都要做台积电 你看台积电在未来的营收 跟它的产业的结构 跟它的领先的地位 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有拉回 或是第一档的反转 你都要以台积电为首 那接着你可以配这些股票去做 那你记得 不管是台积电 不管是鸿海 不管是联发科 广达 台达电 日月光 这六档股票当中 在十月十五号到二十五号 谁先到低档的支撑 或是谁先发生 翻多的转折讯号 各位一定要去操作它 这第一个全资股 那第二个还要做什么股票呢 第二个就很清楚 就是说你看风向往哪里倒 在礼拜三的时候 他已经提醒你 一些低位阶的落后普章股派 昨天英叶达跟伟创 都谈上来了 英叶达 伟创 欣星 银广 伟影 艺民 这些所谓的低位阶的全资股 各位如果有机会 因为时间可能不太够 你有机会回去看他们技术面 都是不管打双底 不管打三重底 都是从低点开始往上涨的 当然你要看这些股票 涨得凶不凶 我还是建议各位 基本面也是稍微要看一下 因为决定股价最后因素 一定来自基本面 业绩营收要支撑未来的成长 所以要有一些业绩做支撑 可是这些股票的 所谓操作的区间 支撑在这 压力在这 那风向怎么倒 你怎么走 现在先这个 最近先做全资股 但是也兼具做落后补涨的股票 因为这些股票 都是大盘主要的标的 我们挑两档来看一下 昨天因叶达 因叶达昨天我们说老AI都动起来了 因叶达在昨天 现在的股票都是走三重底 或是两重底的模式 你只要守住前波的低点 这两个低点 只要它不破 它开始翻多 你就顺着五日均线开始做操作 顺着五日均线 顺着五日均线操作 那它谈到哪里 你在做结束动作 因为这些股票 它底部都开始有放量的动作 如果你仔细去看 因叶达如果导播方便 你放下下面的那个 所谓投信 其实不是现在买来 投信是从前面就一直买 每天一直买 所以我觉得夹在这些 你看看法律人的进出 它如果持有长期的 我觉得这些股票都比较起向 来 伪创呢 好 伪创也是一样 伪创比较特殊是老板 自己在先前买了快一亿的股票 所以它在这边也是一个横盘整理 一个整理很久了 它开始做转强了 你也看到投信有没有 一直在买 所以我觉得这些落底的股票夹带是 技术面的成熟 整理的时间够长 然后夹带有一些基本面的诱因 产业的长期长途前景是看好的 最重要是如果有法人做介入的 通常这些股票在发动的时候 我会建议大家 沿着五日均线去操作 会成为最大赢家 太好了 谢谢葵光老师 请先回座了 来上一张全职股的名单 我们打一下在接下来的两个礼拜 或许就是第四季 相对的低点了 震荡会比较大 但是葵光老师提醒 是卡位的好时间 首先全职股江湖再走 手中一定要有在这些台积电 搭配其他的 那之后落后补涨股 就有机会后来居上 有这些操作策略 请我给你做参考了 好 当然 昨天美国股市的创高两大亮点 接下来我们花两个篇幅来 带你讲清楚说明白 第一个是挥达 昨天挥达股票只差2% 就创历史新高了 不只挥达好 最近大家发现 美超微也不错 所以新的AI阵容 会长什么样子 怎么布局 休息一下 震荡老师告诉您 昨天美国股市精彩了 尤其是挥达 挥达在昨天虽然是收小黑 但是距离历史新高差没有多远了 尤其上一次9月份的时候 因为财测不如大家期待的这么的高 所以股价一阵的拉回 但是现在华尔街纷纷看好 Black whale如果真的需求 像黄仁勋讲的这么的疯狂 明年的财报太值得关注了 所以最近在鸿海的科技日当中 刘洋伟再度印证 他说的确现在Black whale 就像黄仁勋讲的需求好疯狂啊 如果回答再创历史新高 今天大哥请您上台来 这一次AI概念股将会有新的阵容吗 其实AI的族群概念股呢 这一段时间是不断的 还是时期在轮动 我现在看到说 旧的AI整理那么久了 我觉得他们有机会 今天国庆日嘛对不对 我觉得AI股啊 要赢光复的行情 赢光复行情就形容得好 所以呢就是过去压抑太久了 为什么这样讲 第一个我们看NVIDIA 11月9号华盛顿的AI的峰会里面 这一次呢 他不是发表他的晶面产品 他的软体平台 到各领域的应用呢 他就展示出来 为什么这样讲 各领域的应用 我的软体可以卡位之后呢 未来对我的硬体的需求就会更大 那所以呢会带来 大概20兆美金的经济效益 是 所以呢这NVIDIA在10月9号 就昨天的华盛顿AI峰会里面讲的 另外呢 鸿海跟辉达的合作呢 已经要在高雄建造台湾规模 最大的超级电脑 采用GPU200 这个当然64个机架 4608个GPU 非常的大 已经开始要在建构了 所以呢国内打造 包括NVIDIA 很多这个资料中心都在南部 我认为呢对整个所谓的 AI伺服器的需求呢 会开始大幅度的跳升 重点来了 美超围前不久 前几天不是有一天涨了15% 快16%吗 虽然还有这个新登堡对他的一个指控 我们先不管 他讲了什么话 他说每季AI的GPU系统 输入量超过10万台 一季哦 超过10万台 重点来了 他说 艺人解决方案已经开始推出新的 整合冷却液 分配的装置 还有冷却塔的等等的技术 他除了自己的艺人的一个技术之外呢 也代表说过去大家担心的漏水啊 各方面好像解决掉了 那后面的第四季的下半 出货就加温 明年第一季就大爆发 我请问大家 如果明年第一季 AI伺服器大爆 NVIDIA的彩色 下一季会不会很好 会啊 如果会好的 股价压抑过后会不会上去 现在只差一点点就创历史新高了 而且他的题材可能一波一接一波 因为这一次辉达的AI峰会 第一站在华盛顿 再接下来有印度 再接下来有日本东京 离我们越来越近 所以辉达占新高很有机会 对我想这个分拆以后的 一百四十几块美金 那个价位呢 我说实在的是有机会去挑战 你看一下K线嘛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只要他才是好 这底不是打出来了吗 对 只要几线能够很确实的站稳之后呢 你觉得这种形态 有没有机会 再画一条线给他 我们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刚刚口老师讲的 下降压力线突破了 对他突破了嘛 所以未来只要能够站稳 是不是有机会 他一旦上去了 我请问大家 国内的AI的相关的供应链 会不会有机会 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 长得不是旧AI 都是一些新的题材 包括了COAS 包括了一些设备厂商 包括了细光子 都是这一个月来的 很强劲的族群 但是好消息是 老AI要光复了 对我觉得今天国庆 这个荧光复的航行 我觉得AI组装也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 散热一定很重要 既然呢 我记得两三个礼拜前 我们在这个节目上面 跟大家讲说 也存了一个报告 这个今年的散热 渗透力可能只有个位数 明年到四十几% 等于说大幅度的跳升 所以我觉得说 整个AI伺服器 这些相关的个股呢 应该会有机会 开始反攻的航行 好 第一个散热族群 第二个最主要GP200 哪一些重量级的概念 我想AI伺服器 GP200这一块 当然是个焦点 甚至未来 比较高一阶的部分呢 一定要有能力 可以去组装 我说实在的 有能力就这几个 鸿海广达 尾创跟尾影 为什么 你不小心出售 赔死啊 没有这个能力的 很难做 所以这四家公司 你有没有看到 国庆日10月9号 国庆日前一天 先动起来 他们就先动了 为什么 因为开始 其实开始要反映 未来的成长性 那其实呢 这是EPS 这是第一季 跟第二季 你有没有看到 除了围影 因为呢 这个传统的出货 没那么多 造成毛利率掉 它EPS 既减之外呢 其他都是呈现激增的 而且呢 幅度鸿海59% 广达25% 尾创1.24到1.55 这个激增率有25%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老AI的 伺服器的组装个股呢 其实第二季都已经比第一季好了 我在观察他们七八九月营收 第三季应该也比第二季好 那第四季如果GP200明年第一季 淡季里面会不会突然爆升啊 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些个股来看的话 应该会开始反攻 好那我一个个问 比如说鸿海可以打一下 鸿海从营收 从科技日 再接下来还有Rubber Taxi 但是股价这样的表现 有人说会不会太淡定了 你怎么看观察 我想过去因为太疯狂了 涨到两百三十四块 从一百块左右 一直飙一直飙 分阶段往上飙 是我的口味给养中了 对 大家觉得它涨很多之后呢 经过了筹码沉淀那么几个月 但是很简单 大家会看技术面嘛 这底不是出来了吗 我记得这边的时候 大家说要不要会不会破前滴啊 我们这边都讲过 我说这边前滴不会破 底型都出来 颈线也站上去 请问大家它站上所有的均线了 我底下放个MACD好了 我想这个量的部分 虽然还没有明显的出来 不过MACD有没有看到 我重点不是柱状体翻红 是MACD这条线已经在临走以上 它是一个多方的架构 不是反弹行情 所以我要强调说 鸿海应该就会开始慢慢加稳 了解 那鸿海上去了 当然其他的就会开始比较了 来广达来看一下 2382广达 广达的部分呢 一样它稍微比较弱一点点 为什么 MACD的这条线呢 还在负值 还没有站上去 虽然柱状体是翻红的 但还是一个空头反弹的格局 所以这里的压力还没有办法突破 但是呢它也在抵挡 一旦能够把这个前高给站上去之后呢 我想它也开始会跟进步长 所以卡位等吗 对 我觉得鸿海是指标 鸿海先动 广达就跟着动 过去是广达动 鸿海被带 现在颠倒过来了 鸿海呢 它先转强 先表态 只要鸿海能够继续长 广达就会跟上去 所以我想 这两个是龙头老大哥 因为在GP200里面的比重呢 还有能力是比较强的 尾创 尾创尾影当然就是拇指关系 不过尾创的骨架 来我们看时间看长一点 同样MACD刚到零走以上 它不是只是跌升反弹 它形态已经开始慢慢打出来 同样的偶化一样 它也是过关的 你看前一段时间压回来 就撤这个突破了下降压力线 现在只是因为说 年线跟半年线的反压还存在 量还不够 如果量能够放大 它欠这个东风 突破站上去的话 我觉得 一样 应该也是有机会 因为基期太低了 就开始反攻 那儿子微影呢 微影的部分 因为比较高价 我说实在的 它之前也反映过 它跌很深 所以这个形态来看 我觉得就观察一下 我倒认为说 微影就是跌升反弹 跌升反弹 需要一点时间 重点在鸿海广达跟伟创 这三长个股里面 我觉得会是未来AI伺服器 组装里面的焦点 好那散热的焦点在哪里 好我想散热里面 当然要有技术 我为什么 选散热选这四长没有其他的 为什么快接头 只有这两长没有其他的 我记得在那边讲过 有石塑工业 六方等等 对不对 那因为业绩面的考量 成长性的考量 你看这边激增率 都不是亏转 已经就是成长 还有技术面 好了我们先从散热 建设一千多块 还有一全 这两个叫均热片 七红跟双红就是一冷四二三热 所以为什么把这两个挑出来 这市场挑出来 是不一样的东西 他们的技术各方面 还有业绩面 值得期待 好了建策 原本就好公司 只是说 寄生率有十九八 只有上半年赚十一块钱 一千四百五十五块 我也说过了 七红他们双红都跌过了 四加五九块多 四加七十一块多 为什么股价差那么多 OK 成长性我比你强 好了建设我把你当指标好了 我们先我把它当指标 来看一下指标 讲什么样子 昨天说1455创高 对他不断创高 当然了 我觉得他大概就是这样了 碰到压力了 快到了 就这个平行轨道慢慢上去 所以区间 对这样来回做我就好了 碰到压力过不去你就卖一趟 你画一条线连接起来 就大概这里 碰到压力过不去你就卖一趟 压回来再嘛 是 就上升轨道跟这个压力线 然后来回操作 但是呢 他维持在高档的话 我就在想 我刚才比价了嘛 你觉得齐红双红委不委屈 赚差不多 股价只有不到他的一半 对 所以你看一下 看一下齐红 齐红的股价 当然没有双红来这么讲 但是一样在底部 然后呢 刚好呢 MACD 一样回到了零轴以上了 那还要先回到零轴 不是柱状提 我要特别强调 他已经开始修正完毕 由空方转为趋势偏多了 是 那会站回到所谓的季线之上了 上面还有半年线 但是形态上底也出来啦 所以呢我觉得 只要补个量 应该就是开始反攻了 好 所以量东风要赶快进来 双红 一样 他成长性更大 他赚的比建策多 上半年 对 所以股价呢 早就底薪出来了 突破了警械 对不对 这一样 MACD都回到零轴以上 基本上呢 我打底打那么久了 我以等不到 都还有空间可以期待 而且呢 这个目前看起来 来看的话 就是说 这里呢 上升 短期的上升轨道 只要能够守住 偏多的架构应该存在 所以我认为说 我看建策 我认为齐红双红都低估 相对比较便宜的一拳 一拳呢 大家会说 他才刚亏转盈 股价一百多块 对不对 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那么贵 他就是一个转机性 君乐片这块呢 如果说 真的来自于AMD 联发科 还有呢 这个NVIDIA 都有下单给他 他们一定的爆发性就很大 当然这几天呢 开始出现转强 股价也开始回升了 底型也出来了 但是 国庆日前一天 可能有短线卖压 冲高之后呢 就有流上一线 我觉得最近就是 当冲隔日冲的人 比较多 市场个股呢 你不要追高 因为我每天看到 上上下下坡洞就很大 一冲高 对你不要去 但是用低接的模式 短线上跟 五日线的正乖率 比较大 但是筹码没有跑掉 各方面来看的话 压回来还可以低接 好这是一拳 来最后两档 快接头佳泽 好我想快接头里面 佳泽跟富士达 其实前一段时间 都有表现过 其实都业绩都还不错 你看佳泽就是 38块 他赚得很亮眼 一直都是很好的 连接线器 连接线器厂商的 一个焦点 那之前会漏水 就是因为一人散热 快接头很重要 这两个呢 基本上就是技术比较好 漏不得 他们技术比较好 所以你看佳泽 佳泽股价 也拉了 但是我说实在来 这跟红黑棒前一天 一个厂商引线 大家吓死了 所以昨天代表换手成功了吗 我觉得有这个机会 只要 应该说明天继续开高 或者未来整理的时候 这根红黑棒 不要再跌破一半 基本上是OK的 那前一天看 应该说前天 这个 一根红黑棒 昨天藏商引线 这都是 丢日充所造成的 常常会造成这种 波动性的影响 但是呢 他这一根拉伸上去之后呢 有没有去挑战前高 如果有的话 当然就会把富士达给带上去 富士达 来富士达我也接看一下 富士达本来是 所谓的折叠手机的 轴承的概念 但是呢 前一段时间他拿来 九百一十八块钱 昨天这根黑黑 有没有破坏掉 昨天很多中小型个股呢 因为要放价 对 大家都先跑再说 很多股价都被垂成这样 说开高走低的一堆 或直接开低往下 但是呢 他基本上 他趋势上 已经创高之后 这一根拉回 但是基本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他拉回的过程当中 其实还是没有把它破坏掉 是 小破一点 知道明天能够站回去 他还有机会 只是说富士达真的很难做 他股性真的 你自己看嘛 股性很大 但是时间看长呢 对 他讲个一天 然后就休息个几天 讲个一天休息个几天 但是呢 他长期的一个盘整区域呢 全部都突破了 那昨天又跌破了 能不能赶快站回去 如果站回去 当然就有机会挑战前高 所以呢 我觉得在整个散热族群里面 我说穿了 就是三档啦 OK 就是三档啦 其他的我们就观察就好了 我也不见得要去追这种高价 但是这三档个股里面 我觉得都是真的 比较起来 他是委屈的 好 谢谢靳远老师 请先回座了 这是灰达 现在即将要挑战历史新高 谁将会加入新的阵容 正大哥告诉大家说 老AI有机会 开始出现了光复行情了 听我给你做参考 接下来谈谈 谈AI 当然不能错过台积电了 台积电AD 已经连涨六天了 下个礼拜的重头戏 叫做法说会 考前猜题 交给坤仁马上回来 台积电好狂 昨天的股价说 在一千零二十块钱 而且重点是 已经连续三天股价 站稳了千元大关了 前部的高点历史新高 叫做一零八零 还没有突破 但是今天最新的新闻说 台积电的总市值 占大盘的总市值 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好 先来剖析一下 台股的总市值 目前是七十一点三兆元 在全世界排名第十二 郑教所说 今年要力拼到前十大 而光是台积电的占比 已经占台股总市值36.577% 历史以来占比最高的 一则一喜 一则一忧 喜的是 台积电目前是台股 非常重要的命脉了 也代表AI是长期的趋势 但担心的就是 会不会常常上演 台积电一个人的武林 台积电目前跳一档一个TIC 股价是涨五块钱 但台积电每涨五块钱 对于大盘指数影响是40点 尤其下个礼拜 台积电法术会即将登场了 将如何撼动台股 将如何带动相关的供应链 贵人我们请您上台来 来 再来考前大猜题 怎么猜下个礼拜法术会 有哪一些必考题 好 我先回答刚刚驻华的问题 我也说一则以喜 一则以六来代替 怎么说 因为我这边先下个标题 要好要更好 因为他真的是说到做到的 因为他原本在上一次的法术会的时候 预估这一季也第三季的营收 是224到232亿美元 那换算成台币的话 是7540亿 他正式公布出来 昨天最新的营收2518亿元 是九月份的 然后第三季的营收的话 也达到了他的高标 甚至超标 756亿元 真的很棒 真的不简单 他真的说到做到了 因为创下历史新高了 当然毛利率跟营业利益率的话 要等他正式财报的时候公告 就是下个礼拜才知道 那如果以全年展望来看到的话 他今年可以成长24到26% 然后资本支出的部分的话 在上一次的法术会 他没有去做一个上修 他只是把这个低标去做上修而已 高标他比较属于持稳的 这样的态度来看 所以这一次的法术会的话 就很重要 因为会延续到 他接下来在明年的部分 能不能去做一个上修资本支出 因为AI的带动 因为市场需求更大了 所以资本支出这块的话 我认为会是这个季度的法术会的一个重点 那也因为上次的法术会 跟他现在目前呈现出来的数字 都有符合预期的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新最新的一些法人的看法 也就是目标价的部分的话 其实最高最高是看到凯基 一千三百三十元 然后目前平均水準的话 可以看到一千两百块 美龄 摩根大通 瑞银 这些都已经看到这边了 那这个数字 我先讲 我认为非常非常客观合理 因为很简单的换算 如果从今年的获利 跟明年的获利的成长的动能 来看到的话 其实估的都很正常 就是EPS看五十二到五十七元 那本益比的话不用多 就是二十到二十五倍左右 这个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 这么简单的算数 就可以算得出来 其实就可以算出来 这个合理的本益比 所以如果回归到台积电 现在目前刚刚占上一千块 那像刚刚魁国老师也有讲到说 其实台积电就是该买 因为这边它就是一个 投资价值的地方 那如果以现在这个时间点 一千块看到一千两百块就好了 其实就可以贡献台股 刚刚说来讲到一千六百点 就是历史新高的台股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台股都依然是有投资价值 因为台积电所带动 因为台积电的受惠股 我觉得会有更多更多的一些 个股去做一个轮动 所以台积电第一个便宜 没有话讲 但是台积电受惠股 你说会飙得比台积电更猛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投影片 因为其实这一次的法说会的话 也真的法人会去做一个关注 那这几个重点 我用五加一 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因为这五个重点 都是基本面的重点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 叫做技术更新 或者有没有可能爆出哪一些新的个股 标股出来 那我先看一下正常版的 就是属于基本面的部分 就半导体 大家关注的一件事情 是到底AI好不好 HPC好不好 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不只是就AI 跟高速传输的这一块来说的话 其实传统的这一块 就是以前大家想说最苦的 那个是消费端的 手机端的 他也会讲 那目前看起来一个状况的话 应该很有机会 重新回来补库存的状况 所以新的也会成长 然后传统也会成长 会是现在目前的半导体 我认为在台积电 在这一季的法朔 会给他定调一个正面的方向 然后再来就所谓的毛利率 来说的话 因为其实如果就现在目前市场 在看到台积电 真的有对他的客户端去做一个涨价 那COAS的话 应该涨了10% 然后HPC的部分涨了6% 然后甚至在消费机 跟消费型产品的话 也涨了3%左右 那目前看到的状况的话 是他的毛利率 因为这一季度的话 是三奈米才刚开出来 对 所以不能要求太多 所以我相信大概可以估在 差不多接近55%左右 那随着量产之后 甚至随着 所谓的量率提升之后的话 明年甚至未来几年的规模经济 可以到60% 这真的是一个互果深山 那再来的话就是刚刚说到的 因为今年的资本支出的话 是大约320亿美元 那就看说反而普遍在看明年的话 有机会到380亿 所以如果台积电真的能够讲出这件事情出来的话 那就很有机会带来他的一些相关的 像设备也好 或像是制程端也好 就是因为他的原本的传统的供应链 带来新的一波的成长的新的动能 那再来另外一件事情的话 是2奈米的进度 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 3奈米已经开始量产了 像像灰达 他也开始拿到3奈米 然后像是第一个第一家的话 是在苹果的部分 也开始做一个量产 他的最新的手机部分 那甚至像是我们自己的联发科的部分 也都开始在做3奈米的部分 那带来的话想说 他到底的2奈米的部分的话 会不会在2025 甚至2026年的时候 开始去贡献他的一个营收 这是现在目前市场在看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全球布局的状况的话 当然还在美国 日本和德国这个海外的部分 那亚利桑那他的三场的部分的话 是已经到先进制程 所以真的是技术非常非常领先 然后熊本的部分的话 是属于特殊制程 那德国的部分 属于一般的传统的成熟制程 那我们自己国内的部分的话 大概可以看前几天 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 就是高雄官方 高雄市政府 他有说到说 我们看到台积电的第4 P4跟P5厂 已经开始去做还评了 可是台积电 他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现在目前正在 法术会的揭末期 所以不能讲 那这是属于基本面的部分 然后我觉得市场在看的 不只是基本面 更要想说你到底台积电 能不能跟我们指引出来 一些新的产业方向 比方说COAS 这个是属于自成端 他必须要去做扩产 因为客户永远需求不够 那需求永远需求在那边 可是他产能永远不够的情境之下的话 他就必须要去做扩产 所以最近的一些标股在COAS端 像是万润也创高了 像是星云红素也都创高了 那当然另外的话 像是细光值 最近有好多标股 很多标股 确实是 然后面板及散出型封装 甚至像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的是 埃米制成的金贝供电 这一块的话 都会变成是大家在法朔会想要 问台积电的问题 可是我要做一个补充 就是如果就COAS来说的话 他真的看到实际的营收了 然后可是在这后面 这三段来说的话 那不好意思 到目前为止 没有实际的营收出来 所以我待会的个股的话 没有办法像建成老师跟奎谷老师 把EPS列出来 对 不是我不给 而是真的没有 因为还在做梦 好 那我们下一个头影片的话 这个是在 这个数字的话 可以看一下 这是万润的K线 然后呢这个是在去年的十月十八 去年的这时候 这时候 因为那时候刚好台积电要开法朔会 然后那时候我来节目的时候 大家发现说 这个万润的K线 那时候是一百三十块的价钱 我先跟大家说说明说 台积电的法朔会的低端 叫做提前发动 绝对不是等到台积电法朔会开了 然后利多新闻箭报的时候 你才去做追加 因为该涨的都已经涨过了 而且那时候很有可能是因为利多箭报 而利多短线上面去做一个实现的动作 那你听我讲 我叫做利多箭报 利多实现 但是我不会用利多出镜来讲这件事情 因为利多还没有走完 是 没错 因为祝华讲到这个重点是 因为他真的是台积电指引出来的方向 所以他第二点叫做利多箭报 当利多箭报的时候 就是如果你有的人 请你先做获利了结一趟 如果你没有的人的话 不要去做追加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真正有实际的营收或认证出来的时候 他的股价会做一个手稳之后 再去做一个转墙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应该 你该买的人 你应该在八月九月的时候 就先买好了 那最近这边的话 就是不追加的地方 因为他下个礼拜 就要开发售会了 那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在这一个礼拜的时间 试着把你手上的个股 去做一个逢高获利了结 你刚刚讲的话太好了 历史会不断的重复 但是个股 不一定每次都会复制 所以提前发动 然后利多箭报 然后手稳再转强 这样的节奏 还会再复制一次 那这一次的个股呢 好 那方便的话 可以先帮我带一下 刚刚的万润的K线 然后带头信 因为其实这一次的话 为什么要特别讲 再讲一次万润的原因 是因为大家会发现 其实这一次 把它放大一点 近一点 会发现说其实这一次的万润 真正在起涨的时候 应该是在八月 那这个八月的时候 他原本一买下去 这个头信一买下去的时候 就遇到那个台股最大的历史跌点 一千八百零七点的股灾 对 结果他还是继续买 所以这就表示说 他真的是有知道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 难怪他股价很快就弹上来了 是 因为他这波的一个 回檔过程之中的话 你发现说 其实他在上涨的过程中 他最新最新的九月营收 也公布出来了 是年增高达了四百八十趴多吧 营收有底气 对 那可是你会发现说 其实在昨天他正式公布营收的时候 他反而是跌了五趴 那当然原因是因为他刚好出关 对 那另外一个原因的话 是因为该估到的利多 都已经被估到了 是 除非在这次的台积电法说会的时候 再继续讲COAS才能不足 或者说持续要去做擴敞 那否则万润 如果我们反而在看 他明年的EPS来看的话 他大概就是二十二块的EPS 那二十二块假设算个二十五倍 其实就在这附近 所以你意思是说万润短期的满足点可能已经到了 是 因为该估出来的都估出来 除非还有更多更多的利多 所以这次就具有基本面 或者说具有数字的万润 用这样一个参考给大家 就是投信买 就跟着买 但是利多出来的时候 请你要先做获利要这一趟 好 这次法术会可能带动哪一个新的万润 那如同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不好意思 我这边没有办法给大家获利 或者是EPS 真的没有 但是呢 如果以题材来说的话 真的是有比方说像是细光子 面板及散出型封装 甚至像是金贝供电的这三档的个股 那这三档个股的话 其实我觉得用最强的个股来说的话 应该是在上全的部分 那上全我相信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虽然公司端没有去做承认 可是他拿到回答的认证 跟台积电有合作 这个应该已经市场上传片了 所以他的股价其实也在昨天再次创下了 他的挂牌历史新高 那这种股票我请大家也是一样 就是不要去做过度的追加 因为他该反应的利多 其实都差不多反应了 而且均线乖离都好大 是啊 所以这样情境之下的话 我觉得请大家留意这边 有一个大约在两百块这附近的箱形 所以这两百块的箱形 会是他很重要的支撑的地方 那也因为刚刚驻华讲到的这个重点 就是短线乖离真的太大 所以乖离过大的这种操作方式的话 积极的人请你用五日线操作 好 那保守的人的话 我觉得请你小心观望 好 就是上全 那另外一档个股的话 我想挑比较属于弱势股的部分的话 是在新科 那新科他其实我这边讲到 是八十七块的季线 和前高一百一十三点 为什么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线形 好 因为他的线形的话 刚好在这一波是破了季线的低点 可是这种破法 我认为是一个还符合 符合现在目前状况的破法 因为他之前真的长太多了 对 然后呢 可是他如果回归到基本面来说的话 他真的有切入到台积电的 就是把财的部分 那最近的话是用量缩的方式 所以这种跌破 我认为比较像是假跌破 或者是因为修正乖离过大的 这个涨幅的一个跌破 可是如果他能够再重新 因为这个台积电的利多 就是能够重新回来到季线之上的话 那季线之上 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手稳的承接点 好 非常清楚 所以天红中砂跟山羊半都有机会吗 我认为都有机会 那甚至像是原本的中砂的部分 他原本就有三奈米的 就是三奈米的钻石碟 然后因为三奈米切入到二奈米的时候 台积电也习惯找他原本的供应链 所以这样情境之下的话 中砂也是一样 投信很喜欢买 投信当他买的时候 那其实就会带来中砂的一个打底 然后这边就很有机会 再做一个突破之后再转墙 所以他就等他转墙 那转墙之后的话 其实这325块这附近 就会是中砂的一个低阶的一个支撑的地方了 了解 好 谢谢昆仁 请先回座了 谢谢昆仁 在法售会之前带我们来个考前大猜题 相较于台积电 目前还是算便宜 因为用明年的EPS来算 现在本益比真的不到20倍 而与其买台积电 还有更多的受惠股 题材还有EPS没有 因为都还在做梦的阶段 但是操作策略 昆仁先提供给你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 今天压轴我们要交给郭老师 因为虽然台股在今天修饰 我觉得是国际股市好精彩哦 在明天开盘 哪一些的关盘重点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台股休市有人说可惜了 怎么说呢 今天露股中指 连续两天的回跌 上阵指数在今天上涨将近2% 香港恒生指数今天盘中一度的涨幅 叫做4%都终止日K连2黑 明天开盘 台股会不会补涨的行情 还有下个礼拜 不少的重要大事哦 首先下礼拜一 日本股市休市 礼拜二开始进入了 美国的超级财报州 银行先打头阵 包括了美国银行高盛跟花旗 要公布财报了 礼拜三我们的台指期结算 截至昨天为止 外资的空单还有4万口 要不要担心呢 艾斯莫尔跟大摩 都要公布财报了 礼拜四 刚刚昆仁预告的台积电法说会 同一时间 还有大力工的法说会 好 0056要除息了 欧央的利率会议 在这时候 会怎么释出一些风向球 礼拜五的财报重点 在美国运通 跟瑞宣要进行除息了 先来解决明天吧 格格老师 我们请您上台来 亚洲股市看起来还不错哦 明天台股哪些关盘重点 好 我想在这个地方 因为巴菲特的指标 已经显示美国股市严重高估 未来的数月 就是我讲的2.5个月 到3个月 各位要留意那种 所谓崩盘的机会 就是大幅的修正 我们不要讲崩盘好了 台股第四季的目标 24168 没有任何的改变 当波段目标完成之后 震荡幅度恐怕会 配合的做加大动作 台积电跟台股的走势 极度相关 要留意台积电的走势 跟腾若指标的变化 台股上涨预压 下降反压 那加上外资的空单 还是居高不下 我想盘市在晋级 还是会来回震荡 下周 进入了时间波的 翻多转折区 那这第四季 在下一周来讲 这九天当中 我觉得大家好好把握 如果见到落底的讯号 不管是全值全重股 不管你想做多的人 目标 咬指第四季的24168 好 谢谢科高老师 谢谢今天在场的嘉宾 提供这么多丰富的资讯 谢谢你们 今天台北股市修饰 我们一起提前来做功课 明天同时间锁定前线百分百 明天见了 按赞开启小铃铛 每个礼拜二 礼拜四晚上 会有新的影片上线 投资理财 千万不要错过喔 这么多的财经讯息 到底哪一样 可以帮我们赚大钱呢 用我的视角 陪伴你了解 金融知识不再冷冰冰 SERRY小自己台单图 影片来教会做影片上线 我是雲林 陪你一起分享才不自由 要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才可以掌握最新资讯 再见